宝宝在小的时候需要我们大人的照顾,这也是我们大人的责任和义务。 但是有很多的宝宝,在学会一件事之后,就希望能够自己去完成,不愿意再让父母来帮助他们,他们也得尝试去独立。 不过往往这个时候,会发生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 吴妈妈家里就有一个三岁的宝宝,长得特别可爱,一头小卷发,吴妈妈家里的宝宝从小就特别喜欢洗澡,吴妈妈以前每次带宝宝去母婴店洗澡,宝宝都特别的兴奋,只要一下水,立马就像一只小鸭子一样,特别的活跃。 最近吴妈妈家里的宝宝开始学会自己洗澡了,这可让吴妈妈有点伤脑筋,因为宝宝学会自己洗澡后,就不让吴妈妈再帮他了。 但是吴妈妈又担心宝宝自己洗不好,这天吴妈妈的宝宝就一个人在洗澡间洗澡,吴妈妈特意给他弄了一些泡泡,宝宝玩得特别开心。 但是吴妈妈还是不放心,当宝宝一个人洗澡,就在了一边偷看,看到宝宝一直在弯泡泡,也不洗澡,吴妈妈着急的直接走了进来。 宝宝看到妈妈走进来,立马抬头看着妈妈,好像有点被惊吓到了,随后宝宝的动作让妈妈哈哈大笑,宝宝看到吴妈妈进来后,立马用小早巾捂在自己两条小腿中间, 脸上还有点害羞的表情,这让吴妈妈觉得特别有意思。 没想到自己儿子这么小就开始害羞了,随后宝宝就呆呆地看着吴妈妈,有些不知所措了。 吴妈妈为了尊重宝宝,就走了出去,让宝宝继续一个人洗澡,不过吴妈妈还是在门口偷偷地看着儿子。 你们觉得这个宝宝洗澡的时候可爱吗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Q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